日虎 看到现在第二季的中年好声音 大家玩到现在差不多要入十强了 但这次好像觉得很快 因为自己当时比赛的时候觉得很漫长 回想起来去年 其实有位朋友传了个信息给我 认为佳佳,这个比赛很适合你 然后我打开一看,哇,中年好声音 好像没想过 就想会不会是假的 然后点下去一台 你写个名字,加个连续 放在你自己的照片 那我手机上什么都有 很快就搞定了 一按就传了过去 那想着,随意的 不知道什么事发生 有一位朋友在上课 突然间有个电话来 我就说不好意思各位 我最近在等一个通知在TVB 那我说接接接快点接 真的是TVB打过来 跟我说 叫我刚刚我在重阳接那一天 去参加海船 其实没想到现在参加比赛 好像是一个从来没想到过的机会 很大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微半斜 所以你如果现在不追得快点 你可能就没有了机会 我试试一下 比赛里面也有几个我认识的 我是很喜欢探筷子 探筷子我之前因为就认识的 他一开始不肯参加 因为他很傻 我第一次听他唱歌 跟他说 我说你一定要参加比赛 这个中年好声音 是我说的 如果你一直很相信你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发生 我真的觉得你参加 我太好你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这么说 所以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觉得 还有 这个比赛里面 我就说一下 我有接触过的 就是陈雨菲和刘鹤 因为我们有合作 其实刘鹤呢 他很特别的 好像他这种类型的歌手 都不是很多 他很真 他的声音都很真 虽然现在已经淘汰了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 好好训练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是 不错的 他是有可能性的 那陈雨菲不用说 他在音乐感方面 他是很有可能性的 但是还是喜欢自己的 所以有时候他可能感觉更多 那我都说了 我们现在是参加比赛 不是表演 表演没有所谓 先讲感觉 但是我们参加比赛 所以很多东西一定要拜第一位 还有一个人 有很多 我觉得 雅雅雅琪唱得很好 我之前就认识他 林仔 古作文 古作文 其实一开始唱歌 不是好主要 我第一次见到他 都是 他有黑色的指甲油 很有趣 很英俊 但是很不同的feel 但是后面有一次 我看他比赛 他抹了所有东西 戴帽子 没有绿色 没有耳環 什么都没有 穿一套很正式的 很干净 很用心来唱 那一回合 我看到他唱 我当时就觉得 不错 真的不错 但是因为大家 可能都是被他 爱貌所影响到 所以就会把他 真正唱歌的东西 放下 反而觉得他那个人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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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他唱歌不差 然后后面几回合 我看到他现在 成绩都越来越好 所以我现在都是 太好看 做好了 还不错 一直看 不错 接着 可以 来